大家好,我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愤怒的熊哥 从前从前从前啊,有一对鸽子幸福的生活在一个潮窝里 秋天果实成熟的时候啊,他们心情一起来及潮里都堆满了食物 过了一些日子,果实风干缩小了,就变只剩一半了 熊哥很生气的对吃鸽说,看,你也一定要偷吃 食哥很委屈的说,我没有偷吃,是果实自己减少的 熊哥说,哼,果实没有被偷吃,怎么会减少呢 后来啊,熊哥就自己用自己的嘴巴咄死了食哥 没过多久,天下大雨啊,潮窗的果实都吸饱了水膨胀起来 又变了跟以前一样多了 熊哥见了悔恨不肯了,他确实没有偷吃,是我冤枉了他 于是发出深思泪竭的悲鸣 你在哪里啊,你在哪里啊,刺哥,刺哥 今天故事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